不過現在選情確確實實 恐怕已經被影響了 有平面媒體最新的民調顯示 民眾認為要改善台中市的治安 民進黨的蘇嘉全恐怕比胡志強有能力 那麼對於這樣的民調結果 蘇嘉全說 這是因為整件事不只是警察出錯 而已經是領導出了問題了 不過呢 國民黨秘書長金普聰 則是意有所指的回應說 民調不要隨便發布 否則跟事實有出入 不是好事 萬下邀 探視身心障礙小朋友 蘇嘉全深耕臺中市選擇從育幼院出發 除了要當弱勢族群的代言人 最新民調也顯示 改善大台中的治安 蘇嘉全比胡志強更有能力 台中治安是在全國的感受裡面 那是不太好 而且我們的確也看出一些問題 不只是警察局的問題 甚至於在整體的政府 互相之間的領導都出現問題 批評胡志強 蘇嘉全力道十足 因為平面媒體最新民調 讓他彷彿打了一劑強心針 當過內政部長的蘇嘉全 改善台中治安的能力 不論在台中市或者台中縣 都領先胡志強 而在支持度的部分 胡志強在台中市有45%到台中縣 則下滑剩下36% 相差九個百分點 反觀蘇嘉全在人口 佔六成的台中縣 支持度反而高於台中市 僅僅差兩個百分點 民調再在顯示 除了治安可能成為胡志強 連任的危機外 整合台中縣派系也是胡志強 頭痛的問題 我一向主張政黨不要隨便發佈民調 因為政黨有自己的政治意識跟立場 民進黨的朋友 我們民進黨不要動的發民調 你發一個 我發一個 那大家如果出入又很大 是不是對於整個社會 民主在選舉的競爭之中 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金輔聰秘書長 他很難得這麼不面對問題 我想民調數字起起多落 其實金輔聰秘書長 也無需太快去否認 對他們不利的這種民調 我想民調就是一個參考 那不然的話 應該請各大報都做一些 胡志強大贏90%的 給他看看 他是不是覺得 這樣的民調是不是比較好 胡志強民調下滑 民進黨說 國民黨不敢面對 如果再不拿出魄力 年底五都 選民會用選票 讓國民黨知道真相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